年入四个亿,去春筑地摊货!几百万默默捐慈善从补博关注!默慈善晚会默默捐款140万,吃了东西就走,向走流水席! 默慈善晚会默默捐款140万,吃了东西就走,向走流水席! 同样身为80后小花,刘亦菲年少成名,仙剑奇侠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国民知名度极高的聚让其神仙姐姐的形象深刻留在人们心中,杨弥彤新出身,步入大学时已经混迹片场多年,后来仙剑三,功让她彻底走红! 当他们风头正进的时候,赵丽颖还在默默地打住酱油呢! 而如今的赵丽颖可以说是最成功的草根逆袭典范,走到当红一姐的位置实属不易,而且赵丽颖为人憨厚,心直口快,性格不适合娱乐圈却也火得一塌糊涂,离不开她自身的努力和后天的机遇! 在前段时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赵丽颖更是美颜能做到年入四逆的天文数字,然而近期因为她挣的钱多的事却惹来非议! 主要因为赵丽颖穿的衣服那不是一般的节约呀,穿的衣服可以说都是地摊货,不是说不地摊货不好,我们要先想清楚人家可是一年四亿呀! 街上随便一个拿三千工资的小姑娘,都逼赵丽颖穿得名贵吧! 当时有网友说,赵丽颖是农村小妹出身,抠门节俭心理已经根深蒂固了,就算有钱了,也是舍不得花! 不过此言一出就被其他富有正能量的网友骂得狗血淋头!那赵丽颖的钱到底用在哪呢? 其实赵丽颖成名后,她除了这些把钱支出在地摊货上,确实没有为自己添置什么大剑,但却热衷慈善! 刚出名就拿出80万给村里建了一条路,两年的慈善晚会默默捐款140万也不炒作,吃了东西就走,好像是走流水席! 对此王思聪也表扬过她! 这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巴沙慈善职业上,赵丽颖更是低调地捐了70万,还是黄博主动拉她到自己身边? 而且在天津爆炸事件中牺牲了不少消防战士,因为不是天灾,捐款的并不多,但是赵丽颖却为这些牺牲的消防战士的家属捐款50万,自己生活上勤俭节约,但是对于慈善却毫不吝啬,还从未及此播关注,这样的演员真心不多了! 让许多网友都说这样的演员她不红谁红,也让曾经黑过她的网友媒都纷纷表示,砸心了!